今天来教你做一道适合宝宝吃的清蒸多宝鱼 这种鱼比较特殊 去面上是从缓面的侧边这个位置 现在两面给它打上花刀 不会这种刀法的就简单的切一只刀法 底部垫筷子 这样蒸的时候上下受热均匀 表面薄薄涂上一层盐 涂盐蒸起来肉质会比较硬 不涂味道又太淡 换做是你会怎么做呢 想让鱼肉洁白不干燥 就在其表面刷上一层油 来点葱姜主要是去腥 水烧开后蒸8分钟 顺便来教你切蒸鱼的三丝 小学做菜了 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家好收藏 毕竟更新了600多道菜 学到就是你赚到 以后方便你查找 葱叶 生姜 红辣椒 这三样叠在一起 工作要快 姿势要帅 小心不要 粗意外 切完泡水 葱丝卷起来更好看 更不容易干掉 鱼刚好蒸完 露汁浇也不容易 两个小红星自吃一下吧 谢谢哦 淋上蒸鱼此油 放蒸鱼三丝 高油温 把这三丝的味道激发出来 蒸鱼此油先放 再淋油 这样子 蒸鱼此油更有豆豉味 这鱼呢 只有中间一排骨头 没有小吃 所以呢 适合大人小孩吃哦